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1日 星期四 今天這節要跟大家說 香港的自由黨 自由黨 似乎 醞釀一個瓦解 事源是甚麼呢 就是 香港的自由黨 一班大佬 就是因為 他們那個榮譽主席 的名銜 是在 完全沒有被諮詢的情況之下 忽然之間 就是被 褫奪 於是 觸發了 就是這一班自由黨的大佬 其實 可能 新的人 近幾年才關心時事的人 你未必很熟悉他們 例如 劉建儀 例如周梁淑儀 田北俊 你可能聽得多些 這幾個 應該是自由黨的大佬 竟然 自由黨的大佬被人掃地出門 要把你撕柴 對呀 Toney 也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了相關的事 我這一節 就想從 不是從商家的角度去探討這件事 而是從 那個 政治的科學 Political Science 裏面的政治光譜 跟大家解釋一下 怎麼為止 就是自由黨 其實 香港 政治 令人 相當之煩厭 絕大多數 香港的政治組織的名稱 政黨的名稱 跟他們 實際上 在香港 如果在正常的香港 當你有正常的立法會 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裏面來說 正常的政治光譜裏面 他們的名稱 是完全 完全不相符 請大家多次 是完全不相符 換句話說 幾乎 每一個 香港的黨派 他們的名稱 都可以說是違反 商品說明條例 當然這個又好像是開玩笑 又好像不是開玩笑 他們雖然 不是商品 根據那個法例 但實際上 你不可以說一個政黨 一個政治組織 不是 向你的受眾推銷你的政治主張 而你的政治主張 跟你的名稱是完全不相同 甚至乎是相反的時候 這個 很明顯是不良銷售手法 甚至乎是失實陳述 這節所以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大家其實很多人對於政治 的確是一知半解 對於政治光譜 完全沒有聽過 也沒有辦法 因為香港的制度 和社會本身是扭曲 也 政黨幾乎全部的名稱 跟他們的名稱做的事 是不相符的 所以 使得大家根本對於政黨 非常之冷淡 對於 香港的政治也非常之冷淡 再加上主力的 建制派 要宣傳 不要把事件 政治化 站在立法會裏面 討論公共事項 叫你不要政治化 訓練了一大群人 對政治就是冷感 我們這一節也會嘗試 從多個角度 去探討 如何為止一個正常的 自由黨 其實應該要做些甚麼 好 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雜誌 我們這裏再一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所有的聽眾 一起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多些運用免費模式 繼續支持我們廣播 另一個很大的賣點 當然是我們的政治立場 這件事 其實真真正正你可以稱之為 自由派 你叫得自己的政黨 自由黨 你沒有理由不是支持 民主自由的 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在真正 有民主自由的國家裏面 就不是應該 有一班 民主派政黨去爭取民主 因為正常的民主國家 就不會應該有一班黨派 要出來 去爭取民主 因為你的社會本身就是民主 所以 香港 那個 政治光譜本身也是一個扭曲 也是一個畸形的政治光譜 結果 香港 最大的政治光譜只有兩種 一種就叫做建制派 一種就叫做泛民主派 或者你叫做反對派 這件事就令到 原本一個正常的 社會裏面的政治光譜 完全失去了 正常 民主社會裏面的政治光譜 裏面的政黨說的話 應該跟他的名稱相符 例如自由黨 不可能不是支持更加自由的政策 說什麼例子 是獨裁和自由之間的分別 最佳的例子 就是防疫政策 如果你是主張 自由的 主張liberal的 你是沒有理由會贊成政府 利用行政手段 對市民的自由 進行 壓制 換句話說 他們理論上 應該主張 更加 放鬆 由政府主導的防疫政策 把自由 交給人民 這是正常 liberal 政治光譜裏面應該主張的事項 剛才在說 在行政上面 又或者一些 議題上面 到底是支持擴大 政府的權力 還是把權力留給人民自己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去說 還有所謂 經濟 上面 所以 一般來說 經濟上面 叫得自己做liberal 通常主張就是 自由貿易 自由經濟 說 就是要減少 政府 對市場 干預 減少 那些政策 從而使得 市場自由去 做生意 自由去 貿易 這才是一般 經濟政策上面 就是提倡自由的政黨應該會提倡的事項 真的不好意思 香港的自由黨 幾個方面都完全 相反 實際上 這個香港的自由黨 就叫做親建制政黨 他們不單止不是主張 香港 香港的經濟貿易 是減低政府對相關事項的管制 他們反而 不斷就是 只是負責 大商家的利益 甚至乎 他們提倡的政策 對於那個自由經濟是無關的 只是保護 大地產商大商家的利益 對市民 進行無限的剝削 另一方面 他們包裝自己 就是主張經濟自由 然後 就是否定了所有政府 應該 對基層市民 或者有需要的市民 提供 一些 經濟上面的援助 例如就是所謂的縱援 社會福利 退休保障 最低工資 最高工時等等的立法 所有這些相關的立法 自由黨基本上都是站在 市民的對立面 民主自由更加不用說了 自由黨從來都沒有為過任何香港人 去爭取自由 去提議過任何的東西 所以告訴大家 自由黨 徹底 並不符合 香港很可悲 香港全部都是這樣的 香港的工黨 或者是工聯會 工黨我們不討論了 工黨可能是牽涉泛民的問題 先說工聯會 工聯會應該就是叫做Labor 其實就是等於 你站在工人的層面那裏 爭取他們的權益 然後 去對抗大商家 然後去搞工運 香港 工聯會 做的事 徹底相反 他們因為 建制嘛 每一樣東西 政府說什麼 好 我贊成 其他人說話 我全部反對 他們就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香港本身的政壇 就是一個畸形的怪胎來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所以 在香港 的而且確 一個根本不民主的政體裏面 你去研究政黨 那個 政治光譜 其實也未必有很大作用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民主 但是我們不是說 這樣沒有用 也要去踢爆那些 政黨本身 根本不是在做 應有的名稱 相匹配 的事項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自由黨 還有很多其他的 我們這一節不說了 因為實在太多了 經濟政策有分左翼和右翼 一般來說 liberal 就要主張 通常在光譜裏面 就是偏向右邊 因為 意思很簡單 主張少一點政府介入 自由市場 包括 補貼 福利等等 那些東西 都算是一種介入 正如剛才所說 由於香港社會本身是一個 畸形社會 香港 政府原本坐擁著大量的財富 但是有大量的香港市民 生活在赤貧以下 所以 香港是畸形 香港是一個那麼有錢的社會 是沒有理由 不斷地去主張 割走市民的福利 所以我們解釋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們說我們說經濟政策的時候 我們一向 主張的東西都是偏左 就是在說政府應該做更加多的東西 拿回那些原本屬於市民的錢出來的嘛 我們這裡 用回 比較長的篇幅去跟大家解說什麼為止政治光譜 自由黨從來都不是在做那些東西 自由黨從來就站在政府建制那邊 反對所有對市民 民生有利的政策 全部都是反對 民建聯同工聯會 民建聯同工聯會 民建聯同工聯會的名稱都是把自己定義站在市民那邊 實際上他們做的事 每一樣東西都是跟市民作對 所有對市民有利的 法案 基本上他們全部都是反對 包括全民退休保障 派錢 每一樣東西 都是站在市民對立面 所以要回來說 就算不是 爆發 今次這個事件 自由黨 將 三個 就是自由黨大佬 踢出來也好 本身 自由黨這個光譜 在香港的政治上面 也是等於 近乎是 徹底消失了 因為 商家的利益 現在在香港 不敵 就是共產黨 所以共產黨 從本質上來講 我們不是稱讚他 但也千萬不要相信他真的會做 所謂左翼的事 本身共產黨 在政治光譜裏面 就是在最左那邊 換句話說 他主張 就是所有的私產都不存在 其實 私產都不存在 他怎麼會主張自由經濟呢 所有的經濟 都是要規劃的 國家去控制 換句話說 根本不會有任何自由經濟 從另一個 光譜的角度來說 基本上共產黨是徹底 站在極權那邊 因為他主張 政權有無限的權力 才能夠對那個經濟政策 剛才所說 倒絕一切 私有財產 今天中共 中共 並沒有 透過規劃經濟 為任何 人民帶來任何福祉 但是 他們 站在最左邊 換句話說 他們有一個本質 就是想消滅 所有商家的力量 不代表他們為人民服務 既然香港已經徹底 成為港共政府 成為中共 徹底的傀儡 和爪牙 這件事不難理解的 所有的民主派 民主派 才應該站在自由那邊 民主派是不存在的 大家現在看到 經濟政策 自由派 也不存在 所以你看到了 土共政府 全部就是共產黨 那些組織 民建聯 工聯會 就是土共治港 所以搞清楚 你有那個光譜的定位 不代表他真的照顧市民 他只不過是用那樣東西作為招來 就是 無限地去鞏固 他的權力 實際上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會為任何一個市民著想 核市民 才是糾塞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 所以 自由黨的大佬 不聽話 被消失 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你本身 在香港今時今日的環境 就算你原本是親建制的自由黨也好 政治光譜 上面 都是等於暗淡無光 其實等於 被消滅了很久 這一節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比較深一點 其實那些就不是很深 我們 趁很多不同的機會 再跟大家講解那個光譜 你就會熟悉 所以你聽完這一節 你理論上應該懂得分一個政黨 在正常的民主社會 屬於 就是一個 十字座標裡面 到底他應該是偏左還是偏右 所以最簡單 英國很簡單 理論上 按照政治光譜劃分 工黨你覺得是左邊還是右邊 保守黨你覺得是左邊還是右邊 正常來說的分辨 就是工黨在左邊 保守黨在右邊 香港剛才也說了 告訴你 就是沒得這麼分 香港就是建制那邊和反對派那邊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中間よろしく提供